柏油路面整條綠油油 連轉角處都是塗好塗滿 人行道三個字只占道路的三分之一 超級寬的人行道吸引用路人目光 不過行人走起路來確實安心許多 要考慮到安全來講 是在裡面是對的 這裡是桃園延平路與金門二接口 原本的人行道窄窄一條 是直接畫在車道上 因為路邊有私人土地 地主不同意畫設 才會可疑避開 導致附近學校上下課時間 學生只能跟騎機車搶到相當危險 桃園市府進行改善 加大轉彎半徑 提醒騎機車轉彎能夠減速 大面積增加人行道範圍 附近民眾卻發現危險還是存在 即使拓寬人行道上下班 尖峰時段車流量大 機車騎士搶快還是會越先硬鑽 或是駕駛進便利商店買個東西 違規林庭 加上私人土地問題 任行道旁邊想是多出一塊私人停車格 同一條路一邊再邊 雖然任行道看起來怪怪的 主要還是希望能夠改善交通環境 減少車禍發生 TBS新聞林志偉 蔡新瑜 桃園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